今日心界再相逢 一去到游进沧桑 他是一个平庸的凡人 却有着我心向道的修心大志 大战过后 铁罗一断臂的代价逃之夭夭 大好在韩利提前种下了印记 打开地图后 发现铁罗逃向了王宫方向 接着韩利施展搜魂树 查看小王爷的记忆 这才发现 京城王宫的弟弟 竟然就是那邪教老老巢 一国之主也早已沦为了傀儡 而他们之所以要抓那么多散修 也是为了修炼一门 名叫血迹血法的魔宫 看到这儿 韩利意识到 人在七大门派的眼皮下 布下如此阵仗 那么黑煞教的教主 想必也不是泛泛之辈 于是 韩利用一些弹药法器 打发走了蒙山巫有后 就急忙赶回了秦府 等后门派的支援 于此时 铁罗带伤回到了邪教老巢 一同在这里的还有兵妖 青纹和叶蛇 他们都有助机器的修为 是教主手下的四大血使 当教主听完铁罗的汇报后 立刻下令 让血使们全部留守王宫 帮他护发 因为现在正是他修炼的关键时刻 一旦等他突破到吉丹旗 助机器的修仙者 就不足为据了 神师教主的想法 竟然跟韩利不谋而合 按照韩利的推算 雷花烟就算派人来 最快要十余天左右 所以这些日子 韩利也在加紧修炼者 双方谁都没有打扰谁 现在韩利的手段 功有剑盲和俘禄 手有剑盾和阵法 杀法有福宝 偷袭有丝线 逃命有螺烟布 还有大烟绝和傀儡术 可以用来单挑 如此看来 就算遇到助机后级 韩利也至少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了 而他主秀的功法 清源剑绝 艳形达到了第六层 再配合小绿萍培植的灵药 助机后期也指日可待 唯一的问题是 他的灵根资质实在太差 结丹基本无望 只有依靠之前所得的 三转重圆弓 不断的散弓重修 反复压缩真元 才有希望突破瓶颈 除此之外 韩利还在小王爷的记忆中 发现了一种丹药 名为血凝五行丹 也可以大大提升结弹的几率 但这种丹药 只有黑煞教主才有 韩利虽然眼红 但也不会冒险独闯王公 没有把握的事 他是不会做的 突然 门外传来一阵声响 韩利推开门 是黄蜂谷的几位师兄弟到了 他们开始商量对策 吴炫认为 京城王公是七派严禁涉足的地方 如果贸然行动 可能会受到门派的惩罚 所以不想参与 而刘靖师兄恰恰相反 他一向饥饿如仇 就算唯唯七派禁令 也要尽早铲除邪教的据点 最后为了补上武炫的空缺 周卫娘还特地找来了 陈氏家族的陈巧倩 和他的两位同门 最低也有助击出息的修为 有了他们的加入 韩利顿时觉得稳多了 但为了保险己见 韩利还是准备再留一张底牌 来确保自身的安全 深夜 韩利独自遇气来到王公 取出颠倒五行阵 将他布置在了王公深处 对韩利来说 什么狗屁七派禁令 不准弟子踏入王公的说法 根本没当一回事 只有对他有利的条例 他才会遵守 而有了这套电脑五行阵 就算那黑少教主再厉害 他也能立于不败之地 第二天 吉人宁定好计划后 就准备业礼行动 周卫娘和陈巧倩 负责救出续国的国君 而其他人则负责对付血士 击杀魔头 然临别时 巧倩师姐却单独叫住了韩利 花园里 伴随分放的花香 师姐向韩利提起了当年的事 韩利当然是拒不承认的 而且如今大战在即不可分心 最后师姐只好邀请韩利 等这一切都结束后 陪他一起去黄蜂谷附近的山谷赏花 韩利不好再推辞 也只好同意了 毕竟此战过后 也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能活下来 王公内 冰妖正在看守大门 突然天空上下起了火雨 哦不 是剑雨 树生奸笑声后 低剑就是被当场斩杀 只有冰妖施展法术 化作了一块巨大的屏障 遮挡在其身前 挡住了部分伤害 天空上 韩利几人直接来到了 黑沙教主所待的冷宫 准备集中人手 掀灭了四大血史 一道巨大的蓝色巨剑 凭空出现在了夜空中 正是宋萌最爱用的 顶界法器蓝丝剑 刘靖师兄也紧随其后 在几人的联手下 黑沙教徒虽然损失残重 但造成了巨大爆炸 也吸引了其他三位血史的注意 此时战场上 敌人只剩下了冰妖 韩利三人打算速战速决 因其身夹击之势 围住了对方 爆炸声不绝于耳 但他们没想到 这冰妖一身的 冰属性功法属实诡异 虽然是一打三 双方戒言形成了胶着状态 好在韩利看准时机 使出了难以察觉的透明丝线 这才擒住了冰妖 紧接着 刘靖师兄双手一掐 准备施展巨剑术 完成最后一击 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 天空上一道身影闪过 有人提冰妖 扛下了这致命一击 韩利认出了对方 正是跟他有过交手的铁锣 但韩利可没有定点 跟对方叙旧的意思 他们必须甚至叫住 闭关期间速战速决 宋蒙手印一动 召唤出蓝色巨剑 率先攻向了对方 冰妖剑撞 也立马施展出妖化秘术 准备强行提升实力 为了阻止他 刘靖师兄使出了千刃术 千柄立人立刻铺天盖地的 弓相绝剑 而宋蒙一样 手中的蓝色巨剑 变成了一支威力非凡的 凌风枪 以蓄力之势弓相绝剑 一盘的陈家子立剑状 也纷纷出手 但即便如此 却剑仍然坚硬无比 纹丝不动 另一边 铁锣未爆一臂之首 主动找上了韩利 他仗着肉体强横 不断近身于韩利厮杀 当然韩利也不会束手待毙 只见了手印一动 仗着清源剑爵 换出了八道幻影分身 八道幻影配合默契 一起孤向了铁锣 随着实践的推移 两人的战斗逐渐进入白热化 铁锣施展的妖化秘法 虽然可以大幅地提升实力 却会影响修行者的神智 激发兽性本能 而反观韩利 靠着灵活的战斗经验 每一招都稳扎稳打 最后更是在分身牵制对手的同时 施法换出了巨剑术 一剑斩断了铁锣的尾巴 得逞后还要故意出言嘲讽 小牛 这可就如何 这可激怒了铁锣 毫不犹豫地冲向韩利 韩利也正式算准了这点 立刻刀出了早就准备好的俘虏 下一刻 无数丝线射出 将铁锣死缠住 动弹不得 韩利则趁着机会 将身上的法力凝聚到一处 然后一剑劈出 再次斩断了铁锣的手臂 然而就在韩利几人将军上风的时候 一变突生 吴九指和清闻道长 如此一来 大年对方极力拉拢外小川同行 和后来自己被追踪刺杀的原因就找到了 韩利二话没说 一排腰间储物袋 先操控傀儡 控制住吴九指 接着韩利两手掐绝 施展巨剑术攻向清闻 不过清闻道长也是老金巨华之辈 不仅操纵青木真兆 轻松破解的韩利攻势 还趁机释放出青木环 对韩利进行干扰 宿蒙也拉开架势 跟出伤后的铁罗打得不可开交 眼看战局呈现胶着状态 几方的道友还在队员中 被破剪而出的兵妖击杀 丢了性命 刘静师兄意识到 再拖延下去可能还会出现伤亡 于是他不再犹豫 直接催动法掘 掏出了一张金色葫芦 然后取出惊血进行激发 当刘静的头发变成白色 葫芦中的那只火鸟 也在这一刻画形虽出 这就是珍宝凤凰服 在刘静师兄的操纵下 火焰巨鸟张开双翅 犹如瞬意一样 出现在了妖化后的铁罗面前 只一击 铁罗就化成了一片尘埃 接着巨鸟一扭头 朝正在逃跑的无求值 和正在削剑中的青纹道上扑去 转眼间 三个学士就在寒丽的注视下 全被卷入了火海 融化了丝毫不胜 这珍宝之威 当真是恐怖如斯 事后 寒丽等人来到了王宫的地底深处 里面有很多修饰的残骸 看到这一幕 刘靖师兄最为愤怒 原来刘靖虽然出身次修仙大家 但幼年时却曾经被协修掳走过 过了一段备受折磨的黑暗日子 好在最后被宋蒙带人救出 还败入了李化元的门下 但也正是受到幼年的影响 使刘靖对协修痛恨至极 奉行剑一个杀一个的铁血原则 片刻后 周卫娘和陈小倩也救出了续国的国君 赶来和几人会合 虽然这次行动顺利 可哈利看着虚荒惊慌之极的样子 总感觉有点不对劲 几人穿过一个长长的走廊 终于来到了教主藏匿的冷宫 教主实力了得 照着助击后期的修为 把哈利几人耍得团团转 而他的目标竟然是一旁的陈家子弟 接着 教主从尸体上收集起了四颗珠子 哈利马上意识到 这可能就是能够增加截弹几率的 血泥五星丹